梦幻西游第一魔女王府井之白魔仙 说起五神坛是梦幻最经典的玩法之一 一个魔女曾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只未见吃游一面 她被玩家亲切地称为小仙或仙姐 百花村微少出道时曾以小白魔自居 表达对她的敬意 她就是今天的主角 王府井白魔仙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让我们回到2006年8月 一个偶然的契机 让仙姐踏入了梦幻 从随意一个号练成了一对福战号 直到2009年9月 她破天荒地进入了五神坛甲组十六桥 值得一提的是 踏雪追风开创了梦幻史上的老板加指挥的模式 而仙姐就是千里马的伯乐 梦幻第一个受薪于指挥的老板 在请来踏雪追风之前 仙姐在五神坛苦苦征战了三年 把队伍所有人物的属性 装备 宝宝配置到了一线 然而一直无法夺冠是她最大的遗憾 终于在迎来踏雪追风加盟之后 随着战神加深 王府井在2010年12月 一举拿下53年的冠军 仙姐终于圆梦了 随后又在55 56年强势连贯 一时间获得梦幻一姐的称号 在梦幻圈里名声大噪 随后来自她表弟的一张照片 终于揭开了仙姐神秘的面纱 一时间成为众玩家的偶像 同时也得到了她本人的证实 2011年12月 仙姐在北巨卢州举办了永不熄灭的烟火会 向众人宣布正式退出王府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